欢迎回到中文练经书 我是金不冲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叫做赚钱更赚自由的FIRE理财主 那这FIRE是四个英文字母的头一个字 所谓英文讲的acronym所组成的一个字 它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所谓火 这个FIRE 它的四个字凑起来的中文是所谓的财务自主 然后这个独立 然后能够提早退休 那我们今天请来跟我们一起谈这本书的是 高师大工业教育系的教授 也是他自己有写一本书叫做 我45岁学存股 股力年龄200万 这个副标是投资玩鸟退休教师 教你咖啡源存股法 让股市变成你的摇钱书 好长的一个书名 谢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本书的出版社是彩石出版 它是在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 那夏老师 我们今天谈这本书的时候 您看完这本书的作者在美国 他叫Rickens 他是本身原来算一个是 所谓的中产阶级的高阶的中产阶级 没错 他在美国年薪十几万 十四万 十几万 夫妻加起来蛮多钱 蛮多的 尤其是双薪家族 他们一年的这个总收入是十四万美金多 可是他自己讲他一年花掉三百六十万 一年下来只能存个一万美金 也就是三十万台币左右 没错 那他就觉得工作压力很大 他觉得他长期活在生活的压力之下 然后他就开始有一种渴望自由 然后他就听到了 因为其实像这个所谓的 刚刚讲的财务自主或财务独立 然后提早退休 这观念其实在美国好像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了 应该是 应该是 有一个创始人 他们叫做钱胡子先生 其实已经是在很多部落格里面 有很多的部落格组 他们这个通通都是在谈这个主题 其实他们强调就是说 要让自己不要变成钱的这个压力之下的 这个所谓的受害者 对 我们称为叫钱奴 对 被钱追着跑 我想您自己去投资股市 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 所谓的不为金钱所困 我们中国人讲说 一文钱逼死 英雄好汉 没错 那金钱有时候就等于自由 不是要你一直要向守财奴去想办法发财 而是让自己不要为钱所困 对不对 您要不要谈谈您看这本书的时候 跟您自身的经验 因为您这本 自己刚刚讲那本书 也是在谈这个 怎么样投资理财 对 那您要不要多谈一点 您看这本书跟您自身经验的一个比较 可以先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 看到这本书完全是有点是算是有点意外 那因为我自己出了这本书也是同一个出版社的 那我在出书过程中出版社就送了我这本法的书 那这本书呢原先是在另外一个洋印操作 他写的另外一本书里头天下文化出的他中间提到了 但是他只提到但谈的不多 那我看到这本书我就很好奇说什么到底是file 那他的就是说你财务独立 然后能够提早退休 那我看完这本书以后就觉得说 很巧我是自己默默的 因为我自己是等于45岁开始理财 那我55岁就提早退休了 那正好也是因为55专案 所以我到今年退休第九年半 快要十年了 那所以看到这本书就是那个感触特别深 因为我在无意之中 好像在前面的这些时光中 已经把书中讲的某些重点都已经开始一一的落实了 所以我现在也点是 虚有欺欺 他那边讲了 我先想强调一个 虽然是说提早退休 但是我们的退休定义 其实现在跟我们老一辈的退休定义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老一辈退休定义就是说你做到不能做了 所以来你就养老 养老 然后说不好听点就在那边等到最后一天那个感觉 那所以在我提早退休的时候 那时候我儿子还在高中 我母亲就觉得很不以为然 然后跟我儿子讲 哎呀你好可怜啊 你高中都没毕业 你爸爸就失业了 是 对对他把我当作失业来讲 那对我来讲不是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辈的退休的定义 尤其按照FIRE这本书来讲 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再为钱而工作 对你你是 不是钱的奴隶 对你不是钱的奴隶 你可以获得你的自由 什么自由 你可以选择你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表示你还是可以继续工作 一定要 这是做你喜欢做的工作 那他只是让你就是能够及早 不要说为了说下个月的生活费 支出还在烦恼 因为他在里面教你的这一套理财的方式 是让你达到你能够提早退休的那一天的时候 你每个月所得的收入 等于你在工作的收入 对你就不必为那个你不喜欢的工作而去 为五斗米折腰 对就我们中国人讲的 其实他强调的就是说 其实不是说你一定要赚很多钱 才能提早退休 而是说你要养成一个你自己的 能够让自己自由自在的一种生活形态方式 那因为他里面提到一般人一有钱以后 你的生活形态就膨胀了 你的出手就开始越来越扩挫 扩挫之后 奢侈品买的越来越多 那你常常就变月光族 没错 而且还持续膨胀 对 因为你变成一个好像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他会鼓励你啊 你开一百万的车 然后你国家时他鼓励你赚到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就换一百六十万的车 一百六十万换两百 两百换三百就是一直下去 所以就像这个作者讲的 他自己觉得说 虽然他的收入很高 但他觉得他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无形的压力 逼着他去追更大的泡沫 而且还有小孩 最主要你还有下一代 对不对 因为你到你不能工作 赚同样多钱的时候 你怎么办 如果你没有及早的理财 所以这本书我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 至少我个人 我们俩年纪差不多嘛 谢谢老师 我们俩差不多 我们大概如果用台湾的平均寿命 再多加一点 算我们活到九十岁了 我们现在也过了大概百分之七十 其实照他的方式是在鼓励 我为什么特别看这本书 看完以后 我是想要给我的这个 差不多正刚进社会工作的儿子看 我的大儿子 让他了解 就是说你要追随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要一个自由的心灵 不要为钱所困住的 做你不喜欢做的事 然后但是又不得不在这个工作上 待下去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要开始这时候做理财 能够让你自己将来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 你就已经有这一种财务的独立的自由 能够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并不表示说你就好像您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这边讲在家寒衣弄孙 每天 那也是快乐之一 但是那是你的选择 对对不是他这个是给年轻人开始 对我们现在当然我们寄望将来就是寒衣弄孙了 对没错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但是他就是在美国现在有一批人 照他讲的这个作者 他们就在倡导这种风景 其实一种 其实是很像我们早期讲做回归简朴的生活了 对你简朴的生活 你的生活形态开始变得简朴的时候 你的花费不会那么多 然后你的收入又可以让你存钱的时候 你就可以永远维持这个简朴 不但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但每一个人的case不一样 因为你每个人的收入不一样 对 那您要谈一谈他在里面教你的这个 如何跟您讲的说 跟您自己在理财方式很相像的 怎么样存钱 怎么样来做投资理财 因为我是觉得他这本书讲的 很符合我们现在的状况 我们现在最近有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我们这一代 跟我们父亲或者祖父母那一代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平均寿命延长了 对 我爸爸今天97岁 我妈87岁 我爸爸还每天生活自动 你有机会破百的 对啊 那个就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你领了一笔退休金了 你在65岁退休了 如果后面你要活到95岁 你还有30年 但现在会发觉 可能你的退休金都不足以 撑那么久 对 以前是说可能活不了那么长 但现在是说倒过来 怕你活很久 但是钱不够了 对啊 所以变成这个file 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现在这个社会的潮流 就是说很多公司 已经是不给你提供退休金了 包括公教人员退休金 也是一直被砍的 没错 所以这个都是 这本书是帮助这些 比较在重年的时候 或是出社会的时候 就开始养成一个 让自己有一个比较自由的 这个退休人生 这个退休不是年纪到才退休 他不是退休 他其实就是说 你获得财务自由的时候 你越早获得财务自由 其实这个财务就保证你这一辈子 然后你后面还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你后面那大半的人生 过得又特别快乐 现在很多 我现在自己有同学 真的是退休下来65岁 还不得不再去找一份工作 甚至去做一些比较收入比较低的 他是不得已不做 而那个就完全不同 跟法尔的生活不一样 对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 这么说一个要点 就是说你必须要开始存钱 从年轻开始 你要节省你的 开始去检讨你的生活 节省开支 所以您刚刚跟小朋友在讲 就是说要苦一段时间 也不能小朋友 壮年青年的朋友 你一定要自己要忍耐一段时间 开始存钱 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就仔细的去分析你的支出 是不是一定必要的 他在村里面讲很有趣 他太太就喜欢开BMW 那是他的宝贝 对 你要他放弃BMW 因为他们家两个都是租车 美国的生活型 跟我们真的不一样 房子用租的 车子用租的 车子开的好破了 还说贷款没付完 所以他太太就死不肯放弃BMW 所以更不要说 要求他太太 这个去节省一些 他愿意认为是他生活中 一种享受 或自己报仇自己 酬劳自己的一些 所以他就要求他太太说 那我们两个各自回去写一个 就是说 你觉得譬如说 你每个礼拜过日子 你最快乐的十件事情是什么 对 对 就他太太跟他都写下来 结果两个有很多 相似度 第一个很相似 第二个 其实这个作业 我自己也有做 你也有做 我也有做 但是我也建议 各位听众也自己做做 等你十个东西写下来 你会发觉 这十个项目中 要花钱的不多 没有花钱的项目 真的 没有花钱的项目 但结果就发觉 我们要检讨 那书中 其实还讲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你想要的东西 跟你需要的东西 你要分清 但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 一直去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就开始拼命去获得 但其实那个根本不是你需要 他里面提到一个句说 像现在网络时代 网络购物 每个人就拼命购 他就要求自己 就说 我网络购物 先放到购物箱里面 购物车里面 放三天 三天后再回来看说 我是不是一定需要 我跟我太太见 我太太说 我买的每一件都是必要 不必考虑 对啊 不过这个观念 因为你习惯形成很久了 所以我就觉得是慢慢要 开始慢慢转变 要从新的想法改变 不可能先要求别人做到 我们自己先做到 我们自己先做到就是 比如说我以前很想要 我年轻的时候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就很想要买一部野马跑车 Mustin Mustin 想想想想 想到前年 我终于 在一个很奇怪的双方式下 不得已买了一部 不得已啊 对 因为被学生打压的上架 本来有点要买不买 还在考虑中 那当然学生说 老师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什么什么你去找谁 那就变成不得不 但是你会发觉说 因为我很想要这个 影响了三四十年 但是我真的需要的时候 我在我能够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获得自由的时候 我才买了 但并不是在很早的时候买 好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回来继续跟谢教授 谢老师 我们来谈 这个FIRE理财族 赚钱赚自由的 这一个生活方式 欢迎回到中美联军术 我们今天跟谢思音 谢老师 在谈这个 所谓的赚钱跟赚自由的FIRE理财族 那英文是Playing with Fire 这个书名取得不错 因为我们常讲说玩火自焚 这个翻译是 但它其实是说你要去来试着去 采取这个FIRE的理财方式 可以让你的人生更自由 更把你的幸福加大 然后你这个到了人生的后期的时候 不管是几岁 你能够提早退休 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爱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享受生命之中 你认为最能替你带来快乐的一些事情 谢老师 您刚刚谈到就是写下你这个认为最快乐的十件事情 其实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您的最快乐的十件事情 其实是不需要花太多钱 好像都没有花太多钱 第一个 我喜欢看书 我大概平均一个礼拜会买一本书差不多 那尤其又到我旁边一家小书店 那我觉得其实现在那个文化事业经营很困难 那我就尽量在那边 每个礼拜去买一本书 你不要先练一下哪十本 哪十样 第一个看书 第二个我喜欢与好朋友聊天 然后第三个打篮球 是 不简单 我到今天还打篮球 然后还冲全场 所以感觉很骄傲 然后 没事做个好梦 我也觉得是很快乐的事情 就是睡到自然醒 然后做个好梦 然后第五个是 我喜欢认识新朋友 像我今天来这边很荣幸 看到久仰一久的主持人 那第六个 我喜欢规划新的东西 我想中想西的 我因为我立刻在学校开了一文课 叫创意思考 那我这个创意思考也 就是可能跟个性有关系 交了大概快二十年 那第六个 这个刚刚第六个 第七个 我喜欢教学 喜欢演讲 喜欢跟别人分享 就喜欢 就是用讲的 用说的跟别人 那第八个 学新东西 我没有碰过的东西 我觉得还有时候蛮有趣的 当然是某些 不是说每样都是这样子 那第九个 我喜欢偶尔开个车 出去逛逛 出去享受一下 兜风 对兜个风 然后第十个 我喜欢写字 画画 写书法 有时候写书法 毛笔 毛笔或钢笔字 像我现在还用钢笔 现在很多小朋友 可能都没看过钢笔 那这个是 但是 这个每 现在时间好像还不太够 虽然退休了 这个写的时间 没有理想中那么多 所以这个就跟书中 所提及的很相像 这十件事 其实需要花钱的 并不是那么多 唯一大概就是要有一辆车 车子 你要兜风 车子 对不对 然后买书 买书固定的钱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就可以把你的钱省下来 好 然后因为你在生活之中 你像这位作者 他们夫妇两个 他们两个有共同的爱好 我发现就是都喜欢喝点小酒 美国的红酒 对 对 那两个最重要都是喜欢想陪他们的女儿 帮女儿说故事 陪你们散步 然后跟家人相处 他觉得这个其实他们真正快乐的 所以那有很多花掉你生命中 不是你的收入中的很大部分的钱 是不是跟你想做这些事情 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完全不相同 就像那个作者的老婆 我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养BMW 完全不在他那个时刻的历史里面 对 他每天只有开一下车 他开一下车而已 他其实就是一种名牌 就是一个虚荣感 没错 可是你不能讲他不对 就像很多人去美容 其实是为让自我感觉好一点 他并不是一定是负面的 这个 我看现在这个整形之风 这个台湾现在最流行的很多重病外科医师 都转型去做整形 做医美 做医美 所以那也不见得是坏事 但是最重要是怎么样能够达到 让自己的人生更自由 对不对 没错 就是说你获得 最重要这本书讲的就是 你面对任何问题 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因为能够主控权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而不是在别人手上 那以前我记得我们读高中 流行那时候看老夫子漫画 那里头有个场景就是说 被他老板骂骂到臭头 他忍不住我站起来 然后站起来老板说你站起来干嘛 他说我再站起来想想看我这次怎样 不要让你生气 然后又坐下来 就不敢 对 所以那个就完全没有掌控到那个自由 像我前面讲说 其实这本书对于这些刚入社会做事 然后赚新的人 他不一定说你赚很多钱来存钱 不过他有一个要求 刚刚讲说比较困难 他书里面提到就是要年轻的这些 刚入社会或赚钱的 或工作一段时间 要把自己的收入50%存起来 其实有没有那么困难 您觉得 要看状况 每个状况不太一样 现在我们这一代 我刚听主任讲说 你小孩两个 两个小男孩 像我家只有一个小男孩 两男一女 不能让我女儿回家会挨骂 对 三个小孩 三个小孩就有可能会状况比较不太一样 因为三个小孩分担下 像我们家就一个小朋友 他现在出了社会 他完全没有要奉养父母或照顾弟妹的压力 他只要把自己顾好就好了 甚至于如果今天这个小朋友 如果住在家里头 在家吃爸妈的 那根本没什么开销 啃老族 对 他可以 你也不叫啃老 他不见得啃老 因为家说 啃老族是有一点不近的意思 啃老族是倒过来 还要跟爸妈那边挖钱 真的有啃老族 我们周围有碰到这种 但是我们的小朋友不是 他正常在家里头 就多一双筷子 他可以把所有的钱都存下来 鼓励他们存钱的原因就是 他告诉你说 因为他里面讲到 一般人都没有算过这个 复利带来的好处 对 所以你省下来 一个月省下一万块 或一个月省下两万块 你这样累积起来 用复利来算的时候 那是蛮惊人的 没错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这个复利给年轻的朋友听 大家都没有 复利效果 它有一个叫七二法则 那七二法则就是 你去除 你比如说你 七十二如果你是 10%的利息 你存的话 利上滚利 你七点二年 你就 你所有的存钱可以double 比如说你现在是十万块 你十万块 每一年是10%利息 第二年就变十一万 十一万 然后再一直滚上去 你到七年后 你就变二十万 所以换句话讲 你如果是一百万 你七年后就变两百万 变两百万 他那七二法则 那所以变成说 你的利息存的越高 你double的就越快 那后面就牵涉到了 除了这个 把这个百分之 五十存下来 利用复利来生财 再来就是要善于投资 对不对 没错 那这因为 这个作者是美国人 所以他在谈的时候 美国的股市比台湾透明了 然后很容易看到利率有多少 比如说 他的这些 某一些大公司的股票 他就不可能倒 他就附的这个殖利率 就很固定了 对不对 那你只要每年 能够让他达到五%以上 照他的说法 对不对 你想办法再投资 最好能够有十% 那当然是有一些风险在 我们现在就 就用五%来要求的话 其实你年轻人开始的话 他大概三十多岁 四十岁就已经 可以达到fire的地步了 如果提早做的话 可是台湾股市投资就变成 那这你就赚家了 那台湾股市投资的时候 因为台湾的股市比较没有那么透明化 而且内线交易一直为人诟病 对 所以您大概也是 我刚刚听您讲 您也是不长期进出 不会时常进出 你都是长期存储 对不对 要挑好的公司 没错 因为我用的方法是巴菲特原则 他的原则就是第一步 就是一定要好公司 你公司不好 或者公司太小 刚上市上柜的 他就不 这样子 好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来请教谢老师 看看他的这个 怎么样的去选好股票 然后让自己能够 在这个所谓的fire的原则之下 为自己的未来储存 这个自由的本钱 也就是你要有足够的 这个所谓的收入 能够做你想做的事 欢迎回到中文链经书 我们今天跟谢思音老师来谈 他的这个理财哲学 因为这本书 我们今天谈的叫做 赚钱跟赚自己自由的 这个fire理财主 谢谢我们刚谈到了 就是说您自己在 因为在台湾的话 你不像美国股票比较透明 台湾这个地雷蛮多的 一般来讲说 你进台湾股市的话 你长期下来能够不赔大平 就算是已经表现优秀了 有此一说了 您自己刚刚讲说 挑股很重要 您要不要继续谈一下 对我们挑股 就是巴菲特的原则 它第一个原则就是 一定是好公司 好公司对我们来讲 简单跟观众讲 好公司的定义就是 它固定每一年都能赚到钱 而且把钱配给你 而且那个配的利息是 目前是大约大概5% 因为如果没有大过5% 我干脆承认银行去赚 那个比较微薄的利息就稳了 所以那公司 除了稳定的配现金之外 因为它稳定配现金 就不太容易碰到地雷股 因为之前有一个最有名的事件 叫博达 博达事件那时候 一直配股票 它都没现金 就后来发现爆掉的时候 是它前面全部都假账 做假账 对它一直做假账 一直给你股票 股票它反正没现金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你配现金为主 所以公司 它如果没有足够的现金 它就不可能配给你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就挑那种 耳熟能详的 你认识的公司 老牌信誉家 而且还有什么 公司会逐年获利 会还在成长的 所以这样就好了 其实我们台湾股市 虽然主持人讲说 有点不透明 但是因为我们有一千多家 还是可以找到一些 不错的老牌的 大的公司 值得投资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谈 买股票 其实不是让你 借着买股票去发财 当然发财是最好的 成绩 不会像您这样 但是你有步骤的 你如果急着想发财 就跟我们刚刚来宾讲 就相反了 它是不会长期 频频进出股市的 它是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的目的 就是要一个稳定的 这个利率收入 5%之上 等于是在存钱 基本 还是我们这个书所讲的 所以我叫存股 对 是fire理财族的 这种提倡的一个方式 不是要你去炒股票 频频进出 然后去获取一个 很高的这种利润 因为你频频进出 你没有把握说 我爱十次 十次都赚 也许不小心 一两次失误的话 搞不好你前面 前功尽弃嘛 而且那个风险很高 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要花很多时间 我们fire族最主要就是 你希望能够有一笔 固定的被动收入 就是你不用花太多时间 它已经可以 把你日常生活cover掉了 那你就可以把 其他的时间去做 你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便 不能说因为理财 把你一天24小时 你要花42小时 去研究那个 那那个就已经 不是叫做 被动收入 对啊 你都被绑住 它里面当然这强调是 简朴 这个节俭的生活 但它树里面 特别强调 你这个没有弹性 这个极端的节俭 其实是不对的 不是fire族的理念 也是啊 你还有一点弹性 是你自己中间的过程 它fire最主要的精神是 如果是年轻小朋友 因为我们这边在讲说 针对年轻小朋友 一开始 当然一开始 要稍微节俭 但是你不是要做抠门 我们在讲说 已经到了一毛不拔 那种铁公鸡 而是你现在 把你现在的钱 存下来 留给你未来的自己 而是让你后半生 好好去使用它 而后半生 因为你有了那笔钱 在那边摆在那儿 你就获得很大的自由 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他这个树里面讲的一个 就是说你看他 作者本身的例子 他原来是住在加州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比较高级住宅区 没错 他是用租房子 房租就高 然后他开的是 好像是马自达 他太太开的是BMW 他就觉得说 那我们两个人只要开一辆车 然后留马自达 这个把BMW退回去 这当他革命很久了 你看他收入这么高的 但是他开始要实施 这个fire里面的时候 他怎么劝服他太太呢 他就把这个钱算给他看 你把租BMW钱退掉之后 我们可以多多少钱去存 这个钱呢 再滚上力 算一算 你可以早一年多退休 他在想一想说 我可以提早一年多 然后有足够的收入 然后还可以赔我的小孩的话 他太太终于 我看这个过程 他是花了很多脑筋 因为每次提到 要动他太太的BMW 他太太就翻脸 对对 什么都可以放弃 我的BMW是不能放弃的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的事情 如果再太多的话 你那个财务自由就 就没有了 所以他最后太太放弃了 对 而且他们也搬离了 这个所谓生活消费太高的地区 对 他们搬到比较便宜的地区 比较便宜的地区 他们后来选了Oregon的一个城市 那个城市 他们觉得是理想的城市 生活费也都低 不然是美国地大了 大 但台湾也可以做得到 中南部有很多地方 因为我爸妈 我们家以前在台北 我们家住天母那边 那我父亲就 因为我们家天母房子也老了 那时候快三十年了大概 我爸妈就把天母房子卖了 然后搬到高雄来 住在我们家旁边 我住左营区 我妈妈隔一条小爱河住在山明区 他们搬下来就是台北方卖了 来高雄换了一栋全新的 而且还比较大一点又全新 而且还早一半的钱回来 这个他书里面讲的地理环境的因素 要考虑地缘关系要考虑 其实我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高雄其实蛮适合老人家 因为高雄冬天没有那么冷 也没有像台北那么多雨 然后高雄其实说起来蛮方便的 我爸爸就挑了一个靠荣种镜的 这样子他说这样方便 大城市的该有的时候不太有 该有都有 我小时候住高雄 所以我了解 对啊 对啊 好 那我们再来谈一谈 就是说您看他书里面所提到 他有一个叫做4%的原则 我们所谓的4%他所提的 就是说你现在一年的生活费的开销是多少 你把它乘上最低要求是25倍 25倍 4%的倒数 对 你一年的花费是多少 乘上25倍就是你该存到的一个目标 存钱到你要享受这个所谓财务自由的时候 然后你每年在从你存的这一笔钱里面 去提取4%出来 正好收支 因为你存这个钱数目就会正好是你 每个月的开销 开销 一年的年度的总开销 每个月的开销这样 其实他用4% 其实我现在想一想还算蛮保守的 他也知道 他说如果通货膨胀的话 应该是至少5% 你5% 因为现在如果你像我自己找一些好公司投资的话 大概都有超过5%的利息 那超过5%的利息 那你每一年的利息出来 正好可以够你生活的时候 那还多一点 还可以应对未来物价上涨的一点波动 那也就是说一直 你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太多的经济压力 你不会说觉得说 我的存钱越来越少 但我身体好像还蛮好的 对 或者怎么样 那样就很惨 他的精神 FIRE的精神是在说什么呢 我们修一下 回来跟大家谈FIRE最重要的精神 不是说叫你一毛不拔 然后把自己弄得好像手头很紧 每天都在为省钱过日子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中文链经书 谢老师 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说其实FIRE他叫你的 是说你要在这个过程中是 去让你的生活方式反不归正 对不对 你把你不必要的这种浪费的习惯改掉以后 其实你不会别的觉得不舒服 你反而会变得更轻松更生活就更自然 更简朴 对不对 最简单的一步骤 我就想讲就是说 你只要戒掉跟别人比较的心理 那大概就已经轻松好多了 我们不必跟别人比嘛 别人家你看谁谁买了100坪房子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住100坪 我们就住我们自己喜欢的20坪或30坪 我住得很舒服就好了 那我也不用跟别人比车子 我也不用跟别人比人家小朋友读什么 或补什么补习班或者学什么 你当你不跟别人比的时候 你所有的选择都是适合我自己的 或我们家的 那就OK了 你的压力就少很多了 是 对 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训练自己去 不要被资本主义的这个消费主义 所影响到 就是因为 其实你看这个所谓的市场购物学里面 你就知道 就是说你像那百货公司 为什么电梯要你绕来绕去 就是你这样在里面逛一圈的时候 你就会被引诱到 又把你的信用卡拿出来了 所以他就是 你看那个电梯场 要你绕一大圈到那边 才能再上一层楼 这个都是 所有这种刚入社会的人 他们就形容好像 出入这个消费森林的小白兔 太多的猎人都准备好 想办法把你引诱 掏出你的皮甲 拿出你的信用卡 所以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说当我们很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 其实在你下决定要买的时候 要隔一段时间 停一下 像刚刚是说要三天还是几天 我看过一本书比较严重一点 是说他给他自己三十天 他就一个月之后 我再决定要不要买 虽然我很想要 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其实你省小钱 有时候影响没有那么大 你最重要是你的重大开支 比如说你的所谓的房子 居住的 你的交通 你买车子的这些东西 再来就是你喜欢吃外食 每次都去餐厅里面享受美食 吃美食 饮食这些 这些是可以在中间挤压出来一些 你省下来一些 不会影响你生活的品质 其实我觉得不止挤压 我觉得甚至于可以省蛮多钱的 比如说房子一开始 我们不一定要那么大坪数 背那么多的贷款 我们可以买一个二手房 然后比较小一点的 因为你不但不必付贷款 你还可以算去赚利息 这笔省下来 对啊 那个把它省下来 那还有就是行车子 那车子我一个可以代步的车子 或买一个二手车 尤其在美国很喜欢买别人的二手车 就是说他把第一年 第二年那个折旧 让别人帮你折掉了 就很好 那我们在台湾 我比较不那么建议说 真的要买二手车 除非你知道二手车前面一个车主 他的车况 因为我们台湾常常台风啊 泡水车或什么 有些来历不明的 会比较容易踩到地雷 否则的话 当然你知道一部很好的二手车 前面车主不怎么开 那个会省很多钱 是 其实这本书啊 我快到时间结尾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父母的 家里有这种刚进社会的 或是出入社会工作没多久的这种 给他们提供一个 等于参考的这个素材 没错 让他们因为刚刚我一开始就讲了 像我们已经是到了这个 所谓的夕阳阶段的时候 没那么惨了 我们因为现在生命长 但是就没有那么多需要去存那么多 好像为自己规划那么长期的 但是对于这些未来有30年40年的 这些年轻朋友 这本书这样会帮助很大 没有错 我也觉得说除了我们鼓励小朋友 去看这本书 我们做大人的也尽量自己也稍微 心态 对心态 而且做一些好的榜样 对 因为你不知不觉中 你就会做出像他们讲的 让你的生活形态不断的膨胀 开始这个享受要求越来越高 奢侈的东西越来越多 这样 对 没错 还有就是大家鼓励大家 这件事其实是人人都做得到 但只要说你有意愿 然后按照书中讲的方法去做 大概都应该可以达到法尔的境界 因为你追求到以后 你的财务独立了 你的自由也就得到了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在强调财务独立 它的精神不在于说你发财或什么 是让你自己整个人的生活 你的生命变得更自由 这样 对 最重要的是自由 有的人是钱很多 但他不见得有自由 对 有些人赚到钱的时候 反而变成他们生命中的最大负担 对 没错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歇斯音响老师 也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